臺北市東山國中 潮熟了一百三十九位學生 有好多人暑假作業寫到一半 臺北通知根本是沒有辦法入學的 引發很多家長的不滿 現在社會家長們找來雙北市的議員 召開記者會 要求校方必須要做出補償 還有家長在現場氣到哽咽落淚 把校服丟到校長的面前 但校方除了鞠躬道歉之外 到現在都還沒提出任何的補償方案 領到制服 沒關係這制服可以還給校長 校長也可以帶回去了 花錢賬良好的校服直接不要 家長憤怒 要校長自己拿回去 那天下午跟他通知 可是晚上的時候他還在寫書家作業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他覺得一個學校不可能這麼沒有誠信 他覺得應該還有希望 兩萬二 他覺得是和解的和解金 我也要跟你和解嗎 和解金一律都不收 家長們氣到哽咽差點落下 難而累 指控東山高中試圖用四萬多元 草草打罰大家 這還不包括先前繳納的兩萬多元 註冊費 東山高中超收學生 這下烏龍鬧大了 139位國中同學現在沒書可唸 校方即道歉面禍 不過似乎卻只有反效果 就是沒有強制勸退 這是我們的錯 沒有把這個狀況掌握好 沒想到我們家長一直要留在 東山的意願這麼強 家長們不排除要告到底認為校方根本沒誠意 連提出具體補償方法都不肯 明明他們早在四月就接獲教育局通知不同意增班 不過直到六月底領了校服 註冊完畢後才發送通知不招了 北市教育局表態第一要務先安置學生 之後要介入查個清楚 就是超收 施校法80條規定是30萬到150萬 孩子們作業寫了校服飾了期待迎接新生活 沒想到最終等到的全是一場空 而全面點燃家長們怒火的 絕對是校方的這句道歉 算不算客誰 就是你會覺得說教育局一定會讓你們增班 對 我們一直很想努力 可是我們是比較用自然的方式看不想讀東山的 他們自然會退 讓家長完全無法接受 謝謝三位 劉成為台北採訪報導